在大石一笔一画勾勒下 不管树木或风景都显得栩栩如生 已故国画大师普星渝和张大千黄军碧 并称渡海三家 对台湾国画界影响深远 现在却惊爆高达数十亿的遗产和画作 遭台积看护恶意侵斩 台湾银行的工作人员曾经给他打电话说 说有一个陌生的女人 然后拿轮椅推着老奶奶来银行 把老奶奶所有的存款都取走了 语气中充满无奈跟愤怒 她是普星渝遗孀李淑珍的孙侄女 李淑珍生前曾亲口交代她 要将收藏捐赠给两岸故宫 没想到这个遗院却在看护来了以后 全变了调 被指控的人就是她 48岁的詹姓女子 5年前在前夫妻线下成为李淑珍的看护 2013年4月李淑珍过世 詹姓女子不但没有告知家属 甚至直接将遗体火化 还在两周后突然入籍 成为养女 不只变卖房产 还想盗领存款 就连普星渝留下的画作 统统被带走 不翼而飞 詹姓女子至今下落不明 就连当初牵线的前夫也找不到人 不只领养过程 起人疑斗 家属也怀疑 李淑珍的死因并不单纯 如今跨海讨公道 也让这起国宝大师遗产遗云 引发社会关注 三地区的刘正峰 张正好 台北报道